這一天真的是一個台灣多樣情 為什麼這麼講呢 你看這個太平雲梯 現在雲多多沒有下雨嘛 但是你看雲霧繚繞 好像仙境一樣 也有不同的風味 我跟大家講了 這個太平雲梯阿里山這邊嘛 其實現在好像有一點 快要下雨的感覺 今天中南部一帶一大早 就已經開始下雨了 而且雨勢還有略大的感覺 我們先來看一下雷達回波圖了 你看對流雲是相當的旺盛了 雷雨包就在台中南投地區 還有在台南地區陸續都發展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今天吹的是新南風 那麼又跟陸風符合效應的影響 對流包就這樣長起來了 好 現在雨下的比較大的地方 包含像是在台南白河 現在時雨量來到了30.5毫米 那麼雲林的林內27毫米 那麼像是南投的民間 在早上的時候 食雨量一度達到50毫米左右 現在雨稍微的小了下來 大概是18.5毫米 但是你不要覺得說 雨會就這樣陸續小了下來 不確定因素很大 因為這個新南風的 符合效應的影響 這個對流包到哪 它就長到哪 而且雨是有時候 單點會下得很大 很像游擊軍一樣 目前中央氣象署 也發布了大雷雨特報 包含像是台中 彰化 南投跟雲林 目前都是下起了大雷雨的 另外這個豪大雨特報也升格了 那麼就是南投地區 好 由於南投的雨勢 目前看起來有這個變大的趨勢 因此從大雨升格變成了豪雨 也就是雨越下越強了 好 另外像是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跟屏東 今天一整天都是大雨特報的範圍 好 很多觀眾朋友可能心裡 有這樣的想法 我住在屏東 現在沒下雨 可是你要給我發大雨特報 真的好奇怪 我剛剛就提到了 因為這個西南風符合效應的影響 不是說一整天全台灣 這個區域都在下雨 而是說雷雨包到哪邊就下到哪 所以大家要在好雨特報 還有大雨特報範圍的這些觀眾朋友們 都要有心理準備 今天出門的話 帶拔傘或者是帶雨具 如果你現在所在的區域正在下雨 開車騎車記得慢一點 小心安全囉 好 來看一下衛星陰圖 帶你來關心 就是受到這個低壓帶的影響 靠著台灣非常的近 所以再加上西南風的風場符合 所以今天台灣的大氣 真的是不太穩定 北台灣現在可以說是多雲 有看到陽光 目前的溫度也逐漸上升當中 今天一整天的高溫 全台灣都大概是35度左右 而且降雨的機會也增加了 至於在陽面上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大團的雲促 有颱風形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的第五號颱風 瑪利亞 你看它距離台灣非常的遙遠 距離台北大概是2150公里左右 所以不會侵襲台灣 對台灣並沒有威脅性 不過它會行進日本的東方海面上頭 現在是暑假期間 所以很多人會去日本玩 好多人在問 這個瑪利亞颱風 會不會影響日本的旅遊呢 由於它是擦邊而過 距離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基本上其實就是受到 外圍環流的影響 其實這個雨勢就是漸歇的 也不太可能一整天都在下 所以說請大家稍微安心一點 好 來看一下 未來的降雨趨勢了 今天是八八節 很多人會帶爸爸出去吃大餐 會去出遊 去慶祝 好 今天中南部一帶 早上已經開始下起雨來了 那麼午後也會有一些局部的 大雷雨的狀況 所以今天要有雨天備案 那麼另外呢 禮拜五一直到禮拜六這一段時間 也是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那明天呢 是因為西南風的效應 因此你看到中南部地區 也會出現局部大雨 你看這個區域紅紅黃黃的 雨勢會比較明顯 那麼至於週休假期 禮拜六 禮拜天 天氣基本上是炎熱的 有機會飆到37度的高溫 但是依舊你可以看到 有午後雷雨的發生 包含像是北部 東半部 中南部的山區 都會出現午後雷雨 好 再來關係呢 是北部的溫度趨勢 因為下雨的關係呢 其實今天全台灣的溫度 大概都跟昨天比起來 稍微略降啦 北台灣現在的溫度呢 其實也逐漸上升當中 好 我們來看到 今天最高溫大概是 35 36度左右 那麼未來這整個禮拜 大概是33到34度 好 中台灣一帶呢 今天的溫度大概是34度 那未來這整週也大概都是在 33到34度來擺盪 好 南台灣一帶 今天早上再下雨喔 所以溫度稍微比較低一點 好 未來這整個禮拜的溫度 大概是32到33度 東半部地區 好 東半部要分兩個區域來講 一個就是宜蘭地區 好 宜蘭呢 跟花蓮地區大概均會在32到33度 但是台東地區溫度就會稍高一點 來到35度 基本上今天台東地區還是算炎熱的 此外 現在的指數呢 今天也是來到危險級 那麼不下雨的時候呢 也會相當的悶熱 所以請各位觀眾朋友 不下雨悶熱的時候注意 防曬多多補充水分 另外 有下雨的時候呢 你記得喔 今天出門啊 要帶雨具 然後開車行車速度 記得慢一點囉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